咱咱咱 井里海鲜自助 178一位 大家我是老吴今天来吃个重庆的中党式的海鲜自助 这个江井的位置啊值50块 这边是铁板加火锅的去看看菜品啊 我这冰淇淋 看的很好吃 新增生蚝 广市茶点 火跳墙 烤肉区啊 肉的品种很多 香菜牛肉 贡菜牛肉 大葱牛肉啊 韭菜牛肉 芹菜牛肉 以及一些腌制好的 猪肉啊 鸡肉 这边糕点的卖相啊 不亚于单点店的 品种很多 看的好好吃 杂的今天少吃了 因为嘴巴肿了 上火了 榴莲披萨 烤榴莲 雪鱼 农利鱼 这个是 黑鱼 甲鱼 这个是 上温鱼的那个旗啊 黄埔鱼 水果有个十几种吗 现国的鲍鱼啊 看的挺干净的 好像是有刷过 明虾 黄埔鱼 黑鱼甲鱼 冻的黑五虾 海鲜 皮皮虾 这个袋子 上背啊 挺大的 饮料很多 都是有牌子的 还有上温油田一下 开吃开吃啊 先喝个 服了家浓浓味 这个是 烤鲍鱼 哇 好辣 这边菜品蛮多的 一百七十多块钱 还行吧 不算贵 它那边有活虾 用个活虾做吃点 这个芝士虾 好吃 还有烤榴莲呢 应该是芝士琉莲啊 上面放了都是 挺香挺甜 这虾有点烫了 先吃个 甜饼 这边甜饼真的是 很丰富 嗯 味道也不辣 这个奶油吃的不像那种 很劣质 挺香 活了一下啊 这个在内陆 应该卖什么贵的 要倒点一点啊 啊 别瞧不起这个 现在这边发展的 可比 可比你小压怎么样好 那比如说那个 波隆之助 是不是 正说之点 这东西可不 开始吃铁板和火锅了啊 这个牛肉肯定 挺好吃的 三文鱼齐啊 上面还是有点漏的 今天三文鱼挺香的 挺好吃 像这个大的黑五虾 虾线比较粗就要去掉 这种 小了名虾就不需要了 没影响 虽然它是冻的 但是这个肉 还挺弹的 瘦子还可以 烤一烤完五花肉 小小你帮我烤一下吧 烤一下 是蒸牛肉啊 不是合适的 是蒸牛肉啊 不是合适的 五花肉煎得很 嘎嘣脆啊 很香 这头有点油 日本豆腐 你看 满满就是辣椒粉 好辣 榴莲千层 嗯 这好吃 嗯 这好吃 这边上这个甜饼啊 这种特别好 我觉得这家一百多块钱一位 太重建的话 还可以 看他的鸣虾是活的啊 鲍鱼啊 鱼啊 还有种 各种的淡水鱼啊 都是鲜虾的 菜饼挺欢呼 然后这个店饼的环境和服务比较好 对你来说的话 是有性价别的 ok 喜欢点乎的 别大别叫做我下集见 拜拜 拜拜